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今天我们开箱,开箱特别的多 有男红,有天女,有花柱,有真多麻 还有奥白的大裸柱 还有一条奥白的串柱 男红拿的不是特别的多 拿了有十几条的大柱子 是十一到十四这么大的吧 出的差不多了,应该就剩四条了 全部拿去做证书去了 上午应该卖了有七把条应该有了 还有小点微的 小点微的基本上是七和八这么样 品质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但是大柱子有两团,品质稍微差一点点 那个我们就稍微加个低一点点 这次的小柱子和大柱子价位都是一样的 128一克 大柱子都是饱晒满肉狮子红的 品质非常的高 但是视频不能解说了 过几天有剩的我们再慢慢的解说 拿去出证书了 这个等明天去出证书 我们在阳光下拍一下哈 今天的天非常的好 这是小柱子的品质非常的高 就这些小的 穿了其实还有一串大的 这么大柱子给我们家客户 穿了一条项链拆开了 那个拿去做证书了 来了几条振动马 这是国剑证书的 不带大证的 第一条是奥白的串竹 也不带大证的 国剑证书还没穿 来了九条天女和花竹 这次的有天女也有花竹 都是带大证的哈 都是带大证的 像这样的标签都是带大证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些呢都是大柱子 15到16的一个点位的 来了两个大欧白 是20和21米的 来了一包黑珍珠还没拆呢 拿这样包着呢 趴柱子之间有摩擦 还没拆给没有时间拆 太忙了 我俩这两条毛呢真是不可开招 阳光底下看的珠子呢 不是特别的明显 这样能看明显的 后期我们这细节再看一下 像这个是真多麻 8到8点我的真多麻全出了哈 今天没有出 那个茶巾呢 今天我们调里的姐姐也入了一丢 大连尸体的姐姐 这些是一共拿了这么些天女和花竹 珠光真的是超美的啊 特别的漂亮 这个就不拆开了哈 拆开了麻烦 有花竹 像这个就是花竹 有天女 等有机会我们再讲一下 花竹和天女之间有啥区别 这个黑珍珠呢 这次也没有点位大的 最大的好像就是12米的 没有13米的 珠光隔着袋都能看出来 珠光特别漂亮 颜色很饱满浓郁 这一盘呢 哎呀都是我的心头爱呀 太漂亮 这个15多16米的 就是可以说是巨无霸了 大龙珠了 好 疯狂的奥北 大家关注珍珠的呢 就觉得今年的珍珠 涨价长得特别的高 但是呢 翡翠会长得更高的 翡翠批发基地呢 人呢 是人山人海 非常的多 昨天晚上 我们家本家姐姐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她没了脸条的天女 没了脸条的真多马 一条文纳斯 这五条珠子呢 去年和今年升值20万 还是比较保守的 嗯 不紧 嗯 她真是我以后呢 就是所有的东西全美了 对颜色的珍珠 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因为我们也是在线上认识的 和我一个姓 所以我们之间就特别的投缘 她也很喜欢我 她说我的性格和她特别的像 真的 我们家好多客户端呢 包括我们家大连线下的姐姐也是线上认识的 就是说我的性格呢和她性格也很像的 就是人的一个磁场就是这样 很奥妙的 就是同心相惜可能是 就是我们的性格也很像 我这个人呢 就是视频里是什么样 我底下也是什么样 就是最真实的一面 咱先给大家 如果呢 大家呢 喜欢珍珠翡翠和何天玉的 你们可以关注 我们家呢 是明码标价 没有任何的水分 也没有任何的坑 让你去采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明天见